其实姚立民后来跟柯文哲翻脸 很多知道就是因为老婆求官不成 法务局长杨芳林提出了请辞 在信中写道 坚持依法行政多次拦阻柯文哲踩法律红线 却被理解成有碍市政效率对抗市长 他强调不能够认同长官就要之所进退 反正后来姚立民姚老师跟柯文哲闹翻了 尤其在2008年时候打课打得非常严重 还有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美国调查作家葛特曼指控柯文哲 涉及了中国活体器官中介 说他是莱尔骗子 在台湾政坛投下了震撼弹 而且还被控在担任台大医院外科 加护病房主任期间 私设了MG149上户 接受企业和个人赞助 以此收取厂商回扣 从中获利 那当然姚老师这次被赖庆德找去 他们的团队他有提到 他说我和柯文哲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认识柯文哲的真面目之后 就跟他分手不联络 但赖清德是一个正派的人 我和他是交往而结合 当然相互之间会长长久久 不过因为姚老师 他自己本身的摇摆的过往 争议性也很大 这一次赖清德我要请教委员 不会他又世人不明了吧 因为他当初力推的民主大联盟 从现在已经搞成灰头土脸的退选大联盟 这个东西摆在眼前 那时候就被批他世人不明 那找姚老师 我觉得姚立民去投靠民进党是最适合的选择 也是最好的归宿 因为姚立民以前就有爆发过论文可能抄袭的案件 但是当年还没有学论这种什么电脑可以查阅 就私底下设计的 那个争议也蛮大 不幸的问候 那一个年代文化大学的人 所以他现在到民进党里面有一大堆抄袭论文的人 什么何博文啊 郑文灿啊 都还在台上 好像罗志正也有是不是 我搞不清楚 盘梦安 盘梦安都有 总干事也有 立委候选人也有 副院长也有 那不是很适合去参加吗 而且他可以传说他们的经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是是财是守 很好 第二个就是姚立民 他到处都是因为误会而离开 他因为跟新党误会而离开 清兵党误会而离开 那柯文哲在那边误会而离开 那现在终于找到归宿了 我们祝福他 这个一个人这个政治上有那么多转台的机会 真的不容易 因为只有八大行业有这种机会 政治人员这种很少见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要好好保护这种政治上的八大行业的特殊的人品 第三个 其实 他怎么跟柯文哲分手 他讲的理由都是不是 都是台面上 柯文哲没有讲实话 柯文哲自己也很尴尬 真正问题在什么 这问题是姚立民立足要拆除大巨蛋 这真正问题 立足要拆除大巨蛋 那当时他们台北市议会是有有亲柯文哲的 还有这个国民党人来问我说这个议题什么打 我当时就警告他 拆除大巨蛋 如果柯文哲听姚立民的话 拆除大巨蛋 那个地方就是柯文哲的政治坟墓 理由是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说你 你怎么这么简单问题有没有考虑到 大巨蛋拆掉了 然后形成底下一个大坑 因为他是挖得很深 一个大坑 那个大坑你台湾找不到泥土来填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当时在挖这个大巨蛋这个坑的时候 所挖的泥土量 都送到台北港 特殊到台北港去埋土来盖台北港用的 你知道有几千辆卡车吗 很多人听你很冷 我跟你讲 是几万辆卡车 我请问你 你台湾 那个又不能丢汽土 又不能丢废土 又不能丢台南的那个什么炉渣 都不行 那台湾有那么多土吗 台湾做了山林保护 有哪天 央明山可以挖吗 他有啦 挖一个山朵可以填得进 有山朵可以挖吗 没有啊 所以你把它拆掉的话 那边会永远变成 台北市最大的窟窿 而且更正常的是 你填下去的新土 你不像现在的建筑物是用 有一个巩固啊 钢筋啊 打烂半天 旁边的房子崩塌 其中包括国库纪念馆 他们听着一愣 然后就问结果基石 他说欸 那个蔡委员怎么这么懂 我当然不懂啊 因为我问过结果基石啊 所以他们告诉我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所以 这个柯文哲 撒不得呼了 就停止了 然后再开始打弊案 这也是他 他当时 这个当市长 不熟练这些 这些政务的运作的关系 那姚立民那些人就是 因为以前是 好像仇视远雄集团嘛 这一定要拆 一定要拆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啊 一个关联 后两个都走了 姚立民都走了 他们是挖坑给柯文哲跳 所以 这种人 赶快去民进党 这好事 好事 祝福他 兵哥 我没有想到在今天 这徐春莹的名字 挥之不去啊 每天都有新料可以打 其实他们打这个很好 我是很欣赏他们打这个 你要一口气得罪上百万的 跟 这个大陆 这些配偶相关的人 因为 他们的第二代 在台湾现在也很多 是啊 你要得罪他们 你就去得罪啊 我没什么意见 赖兴德大概是 跟民进党大概认为 这些人把票就不会投 所以不如来操作这个东西 看是不是能够 再重新把那个 抗中保台的火燃起来 因为民进党 这次选举 最让他们忐忑不安的是什么 就是抗中保台 喊了半年了 就喊不起来 喊不起来 就完全没有那个氛围 因为每一次看起来 好像有机会要喊起来了 先是乌尔战争 现在又变了 那个尾巴战争 所以就是让大家都看到 这种战争的惨况 大家就不会想理你嘛 是 现在谁要去战争啊 然后你们去炒 徐春莹这个东西 我说真的啦 我其实可以体会 包括于北辰也好 包括谢志伟也好 他们呢 要 在绿营的这种氛围里头 要生存 要有话语权 他们必须要比这些人 本土派更极端 话要讲到极致 他一直都要这样 不然的话 哎 谢志伟你知道 打你脸的人叫陆委会 陆委会昨天还特别发个声明 徐春莹根本没有办法放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那你说什么 你说他早就两国 你在两国什么啦 徐春莹 徐春莹如果按照陆委会的说法 徐春莹想放弃都不能放弃 那请问一下你在怪他啊 所以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谢志伟你到底搞清楚没有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大使 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关系 这七年来完全停滞不前 德国跟我们有任何 任何一点外交上的进展吗 看起来都没有 那请问一下你在那边混吃等死 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呢 于北辰就 真的我觉得 你也大笑三声 我觉得冯士宽的评论非常好 就学那个精细啊 哈哈哈哈 就这样就结束了 那这个人的评价就是这个样子啊 他还有什么好评价的呢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